小家,一个妾额不舍寻找单身未婚小哥哥的单身未婚女生 现在回家创业的人是越来越多 在我们村呢,就有好多从大城市打工 积攒了一千钱回家创业的 这里面有人养猪,有人开店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鸽 有人花钱粉油,有人花钱爱你 有人种甘蔗,可以说是掀起了一场创业潮 在我身后种植了两亩地的草莓 就是其中一个去大城市打工回家创业的农民工种下的 具体怎么样呢?只能用四个字来说 一言难尽 为什么这么说呢?先带大家去看一下吧 这间草莓有些还没有成熟 有些已经是红的通透了 看起来非常美味 种植这件东西呢 是这个老板积攒了几年的积蓄种植的 种的时候他是想着 成熟的时间可以刚好赶上春节 在外地打工的都会回来 大家春节的时候都会有积蓄 大多都消费了起 而摘草莓在我们这里是一个新型的消费 肯定会吸引很多人 像情侣啊 孩子啊 年轻人啊 中年人等等都是潜在的消费者 一份十块钱也不是很贵 大家也都消费得起 外面买草莓也要这个价 在过年之前呢 也就是过春节之前 他把广告一系列都做了 可以说就等着收钱了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今年会碰到疫情 疫情大家都不能出门 草莓成熟了 也只能等着它烂掉 现在我已经在这里两个小时了 连一个人都没有 现在老板也依旧在门口守着 看着就好心酸了 看着最新可口的草莓 可是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啊 现在那老板顶着 怎么结束呢 对面小类里面 草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